十架电视台的观众 大家好 大家平安 很高兴我们再次来到 解读卫星圣经地图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来到第二十集 我们继续来谈论撒玛利亚地区 今天是我们谈论撒玛利亚地区的 第三个部分 也就是最后一个部分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 包括了下面的城市 第一个就是亚当城 再来就是所谓的法拉谷 叫做Wadipharah 这个法拉谷在圣经里面 并没有提到这个名字 但是它的地理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会想也给各位介绍 再来就是所谓的德撒 世剑 撒玛利亚城 世罗 亚伯和 皮鲁伊勒 苏格 加雷德 加雷德就是所谓的米斯巴 再来就是所谓的马哈练和多丹 各位可能可以发现到 今天我们的内容 有扩充一点到东边的约旦的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约旦部分呢 和这个西边的这一个撒玛利亚地区 关系非常的密切 所以我们今天会一起的来讨论 接下来各位看到我们今天第一张的头影片 第一张的头影片 左边的地图就是我们从 我们从这个东边的亚当城 亚当城再往东就到了约旦 从亚当城这边呢 一直往西走呢 就是这就是就会进到法拉谷 德撒四溅 然后进到撒玛利亚 然后会经过四溅西 这个相关的地图是这么说的 往北呢 是穿越撒玛利亚的东西大道 这个大道呢 由东向西进入撒玛利亚的宽广的峡谷 从约旦河东亚当城开始 向西呢进入以色列的法拉谷 就叫做瓦迪法拉 这个法拉谷在圣经并没有提到 到西北的德撒 然后到了四溅 过了四溅呢 大道向西呢 就进入所谓的四溅西 然后进到撒玛利亚城 就是在四溅的西北方 这就是这张地图所要显示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张的 今天第二张的头影片 这张头影片呢 我就是把它弄得更详细一点 就包括了 更详细一点 更细的来看每一个的地点 撒玛利亚呢 东西大道呢 连接了地中海 海岸平原 还有约旦河谷 还有约旦的激烈地 三个北国 以色列的首都呢 就在这条大道上 第一个就是四溅 四溅城 它是以巴路山 与基利兴山的中间 这个以巴路山呢在北方 基利兴山呢在南方 第二个就是德撒 第三个呢 就是撒玛利亚城 是通往海岸平原最近的首都 各位可能会发现 我有些城市呢 我在上一集曾经有提过 因为呢 这些城市非常的重要 我们会不断的把它提出来 我们用不同的经文 和不同的照片呢 来加深各位的印象 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第三章的投影片 这就是所谓的四溅 四溅这条小溪流 这条河 各位参考左边这个照片 如果你向西观看四溅城 今天四溅呢 又称为Lobulus 基利兴山在南边 以巴路山在北边 四溅峡谷呢 从西 从西地中海呢 进入宽广的四溅城的平原 这里呢 相关的地图就在这里的显示 各位可以注意到 北边的方向 你把北边的方向抓出来之后呢 这个地图就非常的清楚 我们来看第三 第四章的投影片 这第四章的投影片 相关的经文呢 是创世纪的十二章六到七节 亚伯兰经过那地 到了四溅的地方 摩利像树那里 那时迦兰人住在那地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 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亚伯兰就在那里 向他显现 向他显现的耶和华 逐了一座坛 这里相关的位置四溅城 各位可以参考左边这个地图 然后我们来看到 第五章的投影片 第五章的投影片 这里呢 在创世纪的十二章四到九节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罗德和他同去 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 连七十五岁 这是哈兰 哈兰就是巴旦亚兰 巴旦亚兰那个地方 哈兰地呢 它是在叙利亚和土耳其的 那个边界的附近 他们从东北的方向向西南走 亚伯兰将他的妻子 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从那里 他又签到伯特利东边的山 支他帐篷 西边是伯特利 东边是爱 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求告耶和华的民 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往南地去了 这里呢 就是这张地图就显现 亚伯兰如何从哈兰呢 迁到这个伯特利 这是相关的这个地图 各位可以参考 接下来我们看第六章的投影片 这第六章的投影片呢 我就是把这一个 包括了约旦 还有约旦河谷 还有西边的相关的 这个以色列境内的城市呢 做了一个整理 各位可以参考这边 编号一呢 各位可以看到 编号一就是所谓的亚当城 那这个亚当城呢 的旁边呢 就会有一个所谓的亚当的 这个这一个的桥 在这边有一个亚当的桥 叫做莫汉莫德桥 阿拉伯人称为这个叫做 莫汉莫德桥 然后第三呢 就是所谓的约旦河 然后呢各位看到 再往上走呢 就是所谓的苏歌城 编号四呢 叫做亚伯和 约旦河下面的编号四 叫做亚伯和 编号五呢 就是所谓的苏歌 编号六呢 就是所谓的撒拉旦 因为呢 这个亚当 另外这个亚当城呢 它的经纬度 我有列在这边 各位可以自行的参考 这张的地图就显示的 非常的清楚 我们看到第七章的投影片 第七章投影片 这里是我亲自到了这个 在约旦河的这个部阶 这个部分呢 我把当地的这个 这个的地形地貌都有照相 各位看到 这里所谓的亚伯河 我用那个虚泻的圆圈 所画出来的地方 就是右边的这条河流 就是亚伯河 这是在约旦王道附近的亚伯河 过了亚伯河以后呢 我们就会来到了 因为这个亚伯河 是注入到约旦河 在亚当城那边呢 注入到约旦河 然后就进到了法拉谷 进到了四建城 最后就来到了 伯特利和爱的东边 我们再来看第八章 第八章 刚刚我们过了这个亚伯河之后呢 我也跟各位提到 这个亚当城 这个亚当城就是在约旦 亚伯河进入到 约旦河的这个河口呢 这个就 那边有一个城叫亚当城 这个亚当城呢 在旧约圣经里面呢 各位记不记得 当约书亚呢 带以色列百姓 过约旦河的时候呢 他们在这个 Badley Beyond Jordan 就是在约旦河外的 博大林那边 过约旦河的时候呢 水在北边的亚当城 这边立筑成垒 这是圣经里面 有记载的一个 以色列人所遇到的 所发生的神迹 当时的约旦河的水呢 就是在这个亚当城这边呢 立筑成垒 这就是所谓的亚当城 各位看到 右边这张照片 其实是很珍贵的 一般人不太容易 照到这张照片 好 然后我们看到 来到第九章的投影片 就是我更近呢 我更近呢 就到了这个 在那个附近照的 在下方呢 就是所谓的约旦的河 约旦的领土 然后呢 中间就是所谓的约旦河 旁边那个就是约旦城 亚当城 亚当城过了就到约旦河 然后过去以后呢 就会到以色列的领土 然后就会接到 我们所谓的法拉谷 然后接到法拉谷以后呢 穿越法拉谷以后呢 就会来到了所谓的事件 就是接下来会继续跟各位分享 那这张照片呢 是我在2013年呢 亲自到这个亚当城附近所造的 在圣经里面呢 这个地方叫亚当城 阿拉伯人的称这边叫做 阿达米亚 阿拉伯人他称呼这个地方叫 阿达米亚 那这座桥呢 叫做阿米亚 摩罕默德桥 叫做墨罕默德桥 这是阿拉伯人的称呼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事实上呢 这个地方呢 我再补充一下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军事的 军事满紧张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是 以色列和约旦的边界 所以一般的观光客 是不容易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往下走 再往第十章的投影片 这是从远方 站在约旦境内呢 看亚当城 对面就是以色列 然后我们继续 对面就是以色列 所谓的法拉谷 法拉谷 我们看第十一章的投影片 我们再来到第十一章投影片 我们看到了刚刚的亚当城以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法拉谷 然后这个角度呢 就是从东边呢 向西边观看法拉谷 法拉山谷 过了这个法拉谷之后呢 就会来到了所谓的四溅 就会来到四溅 所以各位就会发现 原来我们从东边的亚伯河 然后来到了约旦河口呢 的亚当城 过了亚当城之后呢 就来到了法拉谷 来到法拉谷之后呢 就会到四溅 再往南走呢 就到了伯特利和艾成 我们继续来看 第十二章的投影片 这是这个 那修人独他们做的这个视频呢 这一位学者呢 他就站在法拉谷 瓦底发拉 法拉谷的这边 照了一张照片 因为我个人呢 我只能从亚伯河走到了约旦河 还有亚当城那边 那至于法拉谷这边呢 我没有办法到这个地方 我就采取 我就取了一张这个修人狗他们所做的照片 我把它放在这边 把它接起来 连续起来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 第十三章的投影片 过了法拉谷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了所谓的四溅城 各位看这一张就是所谓的四溅城 这是约旦河西的四溅城 事实上在这个城呢 北边呢 那个山谷呢 叫做以巴路山 南边呢 这个山谷叫基利新山 等于四溅城呢 就是在这两个山谷之间 各位记不记得 在上一集 我有跟各位分享 诗篇里面有一个经文 耶和华说 我要分割四溅 我要丈量苏歌谷 这里所谓的分割四溅 这就是这里 他把它四溅城 分成这个以巴路山 和基利新山 那我要丈量苏歌谷呢 各位可以看到 事实上苏歌谷呢 就是刚刚我们介绍在约旦境内 约旦河谷的那一部分呢 就叫做苏歌谷 所以 丈量四溅和分割苏歌谷呢 事实上是 分割四溅和丈量苏歌谷呢 不论是四溅还是这个苏歌谷呢 他们都是在约旦河的一个东岸 一个西岸相对称的地方 我们再来看第十四章的投影片 那第十四章投影片呢 我们过了四溅城往南走呢 就到了所谓的爱城 爱城我们上一集有跟各位介绍 爱城有两个考古区域 一个叫Aktel 另外一个叫做Marktel 这个Marktel的可能性比较高 所以我这边就把Marktel这张的地图呢 把它显示出来 还有照片 各位可以参考这一张的地图和照片 你就很清楚知道 约旦河谷的爱城的位置 我们再来看第十五章的投影片 过了 到了爱城之后呢 再往西走呢 就会到了所谓的伯特利 这边就是伯特利 叫做这个神的家 叫House of the God 就是神的家 就是伯特利 我们再来到十六章的投影片 我们接下来看十六章的投影片 这里又回到了四溅城 我们在上一集有讲到 四溅城的废墟呢 就叫做Tel Balata 那这里再跟各位介绍 神应许亚伯拉罕 神将他的名呢 与信用刻在地上 就实际而言 事件的废墟 就是所谓的Tel Balata 是地上的事实 这里再说明圣经的真实性 它就是所谓的Factor on the Ground 我们不仅在圣经的经文 可以看到事件这个地方 我们在地理位置上呢 真的可以看到事件的废墟 所以这个Cholengo来说 这就叫做地上的事实 Factor on the Ground 指圣经里面所记录 是地上的事实 就是神亲自显现 亚伯拉罕的子孙 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呢 与神所建立的关系 再再证明呢 圣经中的神 是我们唯一的真神 我们再来看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是这个Cholengo 他们的团队呢 继续在这个以巴露山 和基利辛山 所造的照片 他说呢 我们身后的基利辛山 与以巴露山呢 亚伯拉罕刚到迦兰地的时候呢 神允许事件将成为 他子孙的产业 几百年以后呢 约苏亚来到这里呢 成就神对亚伯拉罕的 应许的预言 这是第十七章投影片 我们进到第十八章的投影片 这张投影片非常的重要 我们看到这个北边 这个以巴露山和基利辛山 这是因为我们从 换了一个角度去照 所以以巴露山的 北边的以巴露山在左边 右边的基利辛山呢 在右边 事实上基利辛山是向南 以巴露山呢 它的方位是向北 约苏亚让以色列的百姓呢 分别站在南边的基利辛山 还有北边的以巴露山上 举行立约确认的仪式 并承认亚伯拉罕的誓约 他们站在 根据圣经的记录呢 生命记的二十七章十二节 流变 加德 亚瑟 西布伦 旦 拿伯塔利 这六个支派呢 他们都要站在以巴露山 他们站在北边的以巴露山 说出咒诅的话 他们要说出咒诅的话 那在生命记的二十七章十二节呢 当日摩西吩咐百姓说 你们过了约旦河 西缅 利魏 犹大 以撒迦 约瑟迦 汴亚敏 等六个支派的人呢 都要站在基利辛山 为百姓说祝福的话 等于说是这六个支派呢 讲的是祝福的话 另外的之前在以巴露山上的六个支派 讲的是咒诅的话 也就是他们遵守耶和华的约的时候 他们就受到祝福 那违背耶和华的约的时候呢 就会受到咒诅 这圣经里面所记录的 这个以巴露山和基利辛山 这个非常的经典 我们再来看第十九章的投影片 左边这一章呢 就是约苏亚呢 在以巴露山 也就是北边的以巴露山呢 设立的祭坛 敬拜神 右边这张地图也是以巴露山 考古学家呢 在以巴露山北侧 发现着祭坛的遗址 该遗址可以追缩到西缘前 一千两百年前 就是世事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第二十章的投影片 从卫星的地图一至七呢 我们提到了法拉谷 刚刚看到的那个Wadiphora 就是撒玛利亚东西大道的东侧 连接了约旦河谷的亚当城 然后连接在约旦河谷的亚当城 还有这个约旦河西边的德萨 还有基列地 这个基列地是在约旦河东 那这个德萨是在约旦河西 所以各位看到这个法拉谷呢 他就连接了这个亚当城和德萨 这张地图就是这样的显现 我们再来看二十一张的投影片 这张投影片呢 我再把这个区域给它放大 这可能是雅各从皮鲁伊勒 书割到事件的路径 这是二十一张的投影片 在创世纪的三十一张 四十五到四十九节 雅各就拿了一块石头立作柱子 又对众弟兄说 你们堆聚石头 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 大家便在旁边吃喝 拉班称的石头为 伊加尔沙哈杜拉他 伊加尔沙哈杜他 雅各切称的石头为加雷德 事实上这个地方呢 是在这个约旦 就是约旦河东的这个地方 拉班说 今日这十堆呢 做离我中间的证据 因此这地方名叫加雷德 又叫米斯巴 所以这个地方事实上是在 约旦河东 约旦的境内 这个地方叫做加雷德 又叫米斯巴 各位可以看到 加雷德和米斯巴 所相关的这个位置呢 我用一个红色的箭头在底下 各位可以看到 这就是拉班和雅各立约的地方 意思是说 我们彼此分离以后呢 愿耶和华在离我中间见察 所以这张的地图可以显现出 加雷德 米斯巴 还有在北边的所谓的马哈列 再来这个雅伯河 那在上面就是所谓的皮鲁伊勒 然后到苏歌城 最后来到亚当城 过了亚当城以后呢 就来到了事件 这是相关的地理的位置 我们再往下看 第二十二章的投影片 这里就是过了亚当城后的 这个法拉谷 从苏歌到事件中间的法拉谷 他们这个团队呢 就在这个法拉谷中间所造的照片 他说我们站在法拉谷 可往撒玛利亚呢 连接苏歌 这苏歌是在约旦境内 与事件 这个事件是在以色列的境内 雅各呢 从亚南地回到迦南地 他可能所经过的途径 这里呢 事件到皮鲁伊勒 他所要经过的地方 就是这个谷 叫做法拉谷 这说明分裂的时期 就是以色列王国分裂的时候呢 北国第一位国王耶罗破安建造事件 并在该处居住 并建造皮鲁伊勒 列王纪上十二章二十五节 皮鲁伊勒成为北国在激烈地的行政中心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十三章的投影片 这里相关的经文是这么说的 列王纪上十二章二十五节 耶罗破安在以法连三地 修建筑事件 就住在其中 各位看到事件的位置 住在其中 又从事件出去 建筑皮鲁伊勒 等于他从事件出去向东走呢 就会走到约旦境内的皮鲁伊勒 这里是讲到分裂的时期呢 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耶罗破安 建造世界并在该处居住 他并建造皮鲁伊勒 等于他的这个势力范围有到约旦的境内 皮鲁伊勒成为北国在激烈地的行政中心 这是第二十三章的投影片 我们再来看第二十四章 这个分裂的时期呢 北国就是以色列 他的年代是西元前的九百三十二年到七百二十二年 大魏子孙犹大的南国呢 他是西元前的九百三十五年到五百八十六年 北国共有 北国的以色列呢 共有两百一十年 但其王呢 都不遵循神的律法 都受到了 都受到了 神的处分 这是第二十四章的投影片 我把这个北国和南国呢 一些的历史资料呢 把它陈列在这边 我们再来看到第二十五章的投影片 这张投影片呢 显示这个地图的一至七 第一 萨玛利亚呢 东西大道 西侧就是四建峡谷 路径通过了三个北国首都 通过了三个在萨玛利亚地区的北国的首都 这三个首都呢 这三个地方都曾经 都曾经呢 这个 成为这个北国的首都 第一个就是四建 它在以巴路和基利兴山的中间 第二个就是北方的德萨 第三个呢 就是萨玛利亚城 是通往呢 海岸平原最近的首都 我们再来看第二十六章的投影片 这张投影片呢 在显示 萨玛利亚城呢 由安利与雅哈王所建 他们都是拜偶像巴黎的北国的王 再来我们看二十七章的投影片 第二十七章 这是萨玛利亚城 这个叫做 这就是萨玛利亚城 这就是萨玛利亚城 八王在萨玛利亚城建议自己的象牙宫殿 八立庙 北国诸王及先知以利亚 都曾走过萨玛利亚城的大门 这是圣经里面的记载 然后我们来到第二十八章的投影片 这张的照片呢 是显示萨玛利亚城 也就是以色列护卫城和与西律的宫殿 我们这这样是空照图 各位可以看到 再来看到第二十 看到第二十九章 这里讲的圣经的故事呢 是耶护清理巴黎的偶像 耶护清理巴黎偶像 将巴黎庙改为厕所 北国撒玛利亚城 及其王国 西元前七百二死二年灭亡 虽然抵抗外敌三年 但仍失败 神兴起亚述帝国 这个亚述帝国就是从东北方 叙利亚那边下来的亚述帝国 将以色列人放逐列国 因为以色列人犯罪 得罪了领他们出埃及的神 在列王记下的十七章七节 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领他们出埃及地 脱离埃及王法老守的耶和华 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 等于以色列人拜偶像 除了拜偶像 他们还有撒因献祭 这两项罪让以色列的北国先行灭亡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十章的投影片 这里是西元前一世纪 大叙利亚在撒玛利亚盖了一座宫殿 给他取名叫Sabastia 在希腊文就是叫做Augustas 就是奥古斯塔 这个地方就是叙利亡在撒玛利亚盖的这个城堡 大叙利亡在这边盖了城堡 这两张照片都是显示这个城堡的遗迹 叫做Augustas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十一张的投影片 这一张投影片是一至七的地图 我们来显示多丹 多丹的位置在哪里呢 它是位于撒玛利亚的东西大道的北边 各位看到下面这个黄色的就是所谓的 撒玛利亚区的东西大道 它的北边就是多丹这个城市 我们再来进入到三十二张的投影片 这一张投影片呢 就是我们了看三角形的这个多丹鼓 在以利亚时代呢 火车火马呢都曾经在多丹出现 上面的两张的照片呢 就是多丹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看三十下一张的三十三张 早先约瑟发现他的兄弟们在多丹放牧羊群 但他的兄弟将他丢在水井中 他的兄弟将该地卖给了以什玛利人的车队 该车队当时正从激烈地运送货物至埃及 神巧妙地透过他兄弟的安排这次的计划 并为以色列人预先在埃及做了安排 这就是神的手在这个 在这一个世界在约瑟的这个世界上呢 做了一个巧妙的安排 发生的历史的故事就是在这个多丹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十四张的投影片 这张照片呢就是类似当时 约瑟被他哥哥们丢到的丢入的水池 这张照片 接下来我们来看三十五张 这个Shirango的团队呢 他们站在这个激烈新山上 他说我正站在激烈新山 身后是事件的古废墟 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要赐给他后代子孙的地 数百年后 约瑟亚及以色列百姓来到神所应许亚伯拉罕之地 这就是事件 这说明神信守他的承诺 这里是激烈新山 事件在我的身后 这一位年轻的小姐她说事件就在她的身后 我们再来看 第三十六张 这里就是所谓的这个团队他们的角度 看着事件成 再来看了三十七张 三十七张 四字记的九章一到六节 耶路巴黎的儿子 雅比米勒到了事件 见他的众母舅 对他们和他外主全家的人说 请你们问事件的众人 是耶路巴黎的众子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 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 他们又要祭奠我是你们的鼓动 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的话给他说 为他说给事件人听 事件人的心就归向雅比米勒 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 他就从巴黎比利土的庙中 取了七十社克勒的银子给雅比米勒 雅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 他往俄佛拉到他父亲的家 将他弟兄耶路巴黎的众子七十人 都杀在一块磐石上 只剩下耶路巴黎的小儿子约坦 因为他躲藏了 事件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 往事件像树旁的柱子那里 立雅比米勒为王 这里是相关的经文 然后我们来看到第三十八章 这里是基利辛山的山顶 在《诗诗记》九章七节 有人将这次告诉约坦 他就去站在基利辛山山顶上 向众人大声喊叫说 事件人你们要听我的话 神也就听你们的话 当时他就是站在基利辛山做这样的大喊 我们再来看第三十九章的头影片 这里是序家 耶稣行经撒玛利亚在序家停留 在雅各井附近测试了一个妇人 耶稣在井旁遇见了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 撒玛利亚妇人说 犹太人相信耶稣在耶路撒冷敬拜 但我们相信他在这座山上敬拜 他所说的山就是基利辛山 另外在约翰福音的四章二十节 妇人说 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 你们道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这里就是那附近的序家井 再来我们看第四十章的头影片 今天你到这个基利辛山 这里都是巴勒斯坦的百姓 事实上那里百姓他们也在过玉月节 他们过玉月节 他们把那个羊 当时他们要把羊给 在玉月节当天 他们按照洗厨把这个羊给杀了 这是相关的照片 基利辛山的百姓他们过玉月节的情形 这是第四十章的头影片 然后我们来到四十一章 这两位年轻的孩子们 他说我们站在世罗地 约苏亚时代 他首次将会幕建在这里 约苏亚记的十八章一节 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世罗 把会幕设在那里 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 接下来我们看 第四十二章的头影片 这里就是讲到世罗 世罗就是今天所谓的废墟 他叫做Seilem 就是S-E-I-I-U-N Seilem 那相关出处和经文 我把它列在下面 包括了这个《撒姆尔记》上 还有《猎王记》 《猎王记》上 还有《历代字》的下 相关的经文在这里 各位可以参考 这是第四十二章的头影片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十三章 这里讲到亚佛和世罗 他是这么说的 《撒姆尔小的时候》 以色列人将约桂 从世罗运到西边的亚佛 这很重要 亚佛 以色列人在亚佛战败 以色列两个儿子 和佛尼和菲尼哈被杀了 更坏的消息是 约桂被斐利士人奴走了 原来 约桂被斐利士人奴走的地方 就叫做亚佛 就是在各位看地图上的亚佛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来看到 第四十四章的 四十四章的头一篇 这里就是所谓的四罗 他们的团队这个先生 他引述了耶利米苏的 七章十二到十五节 你们前往四罗去 就是我先前立我百姓 立我为 立我名的居所 查看我因这百姓 以色列的罪恶 向那地所行的如何 耶和华说 现在因你们行的这一切的事 我也从 从早起来警戒你们 你们却不听从 呼唤你们 你们却不答应 所以我要向 这称我为名的 你们所依靠的殿 于我们赐给你们 和你们列主的地施行 照我从前 像四罗所行的一样 我必将你们 从我眼前赶出 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 就是以法联的一切后裔 这里是神的处罚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今天再来看下一张的头影片 这一张就是 我先前有跟各位提到 以色列的百姓 在四罗来抢婚 为了汴雅敏的 汴雅敏的这些的 后代能够 能够这个繁茂呢 还让汴雅敏的这些的 年轻人到这边 来 四罗地来抢婚 那这些驴子呢 也就是从这个 所谓的 激烈雅比 他们所带过来的 四百个驴子 正在四世纪的 二十一章的 二十到二十一节 就吩咐汴雅敏人说 你们去 在葡萄园中埋伏 若看见四罗的驴子出来 跳舞 就从葡萄园出来 在四罗的驴子中 各抢一个七 带回汴雅敏去 这就是汴雅敏 在四罗的抢婚 抢婚的这个记录 他们所抢的对象呢 就是激烈雅比的驴子 那这个事情呢 就发生在 这个四罗的葡萄园 这是 Shirango他们团队呢 所 那些年轻的孩子们呢 他们所演的 一出这个圣经里面的 这个故事的 这个 这一个的 这一幕 这是我今天 这个最后的分享 最后一章呢 我来就是要跟各位解释 圣经呢 就是 这是四十六章的投影片 就是所谓的 真人 真事 真地 和真神 我们这些所发生的事情呢 都是真正 有真正的人物 有真正的地点 还有真正的故事 就是我们组成的这本圣经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接下来跟各位做一个 简单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今天结束了在 撒玛利亚地区的 第三个部分的 这一个的讲解 我们看到 在旧约中 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当以色列人违背 这些约的时候 神就处罚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要珍惜 我们今天在新约 我们跟人 跟神所立的约 当我们跟神立 立了这新约之后 我们 我们 将耶稣视为我们 生命中的救主 我们这一生 都要遵循 这个约 新约里面 对我们的 对我们的约束 我们要遵循这个约 神必会赐福 给遵循 这些约的 这些的弟兄和姐妹 谢谢大家 晚安 请不吝点赞